我們已經開了機器 波叔呀 好慘呀 我家人沒東西做呀 被人解僱了 怎麼辦 波叔沒東西做了很多年 那怎麼辦 我找些東西做 我是不是很沒用 沒有用 沒用的東西才有用 不如我們今天去逛街 散散心吧 好嗎 就是有用 是呀 忘了跟大家說一聲 復活節快樂 復活節這麼快嗎 是呀復活節 那就復活了 是呀 然後就復活了 好 好 我們今天走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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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 嘻嘻嘻 不要那麼近 不要那麼近 一米五 一米五 嘻嘻 好厲害 我們夠社交距離 好 那我們今天去看哪裏呢 當然是紅磡 你知道 波叔 從小到紅磡大 不過紅磡已經這麼多人說過了 今天聽你出的提供 就要走紅磡 鑽洞鑽洞 第二呢 是 要鑽洞鑽洞 這個提供是考慮的 今天想一想一想一想 就想到 是 紅磡呢 真是有幾條縫 第一條縫 呢 就是 哦 這條天橋來的 是不是 兩邊都是山的 但是其實 本身是人工開出來的一條縫 來的 好 那我們呢 一路呢 就會在留言那裏 就放些相片出來的 嗯 第一張呢 就會放這一張 好 這一張呢 就是綠色虛線那條 虛線呢 就是大家一路看過去的 測行道北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圖上面的等高線 是 那根本這裏是山連的 就是說 這邊的山 和這邊的山 是連的 過山去了哪裏 過山又被人家一刀砍開了 變成一條縫 哦 波叔小時候呢 這條縫已經在了 哦 因為這條縫 是戰船已經砍開了 哦 不過 這條橋是沒有的 哦 那呢 我是在 很小時候就沒有走這條路 大概1960年開始呢 就天天都要走這條路 哦 因為呢 由那時候 由這個 搬了去這個 近土國人那邊住 就要走這條上路呢 就去回這個 溫斯路街那裏 找死路街 哦 那就走上路呢 就去走 我們是不是有洞圈呢 這裏 那先 那這條縫呢 就是沒有這條橋的 這條橋上面 是寫字 1964 哇 很久了 1964年呢 他就把那條縫 就貼回去 那就形成了佛光街 我都未出生啊 1964年 佛光街就去荷文田去廣國了 唉 那呢 你講這條洞之前呢 就講回所有其他縫 那有人問 這邊了 這邊有一條路的叫山谷道 我知道 山谷道好像一條縫啊 是不是呢 不是啊 原來 第二张照片给大家看 山谷道就是这条老龙坑 我们有条老龙坑街 不过不在这里 但为何山谷道是老龙坑呢? 原来山谷道就是这条山坑 或者叫河流老龙坑流落来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它本身虽然是一条街很窄 两边都是山 但因为它是一个山谷 是天然的 我不把它当成一条烂 但这个老龙坑对红磡是很重要的 因为红磡村以前根本就不会有的 最古老的村的名字叫做老龙坑村 老龙坑村大家都看到这个图 红磡基本上是船奥 和一些船奥工人住的住宅区 没有什么平地的 平地在哪里呢? 就是那边以前这个铁路 拿来做那些猪啊牛啊上车的地方 我们叫做猪三角的 那里是一片平地了 那片平地其实就是老龙坑村的耕田的地方 那里现在是理工学校来的 是呀 预设了 还有建了那个佛光街 这个红磡妖道的延伸天桥 在博海底隧道的炸交通 那山谷道老龙坑村呢 那山谷道老龙坑村呢 就形成了红磡的 很...就是... 是一个起初的一个 食水的供应的地方 没有水不会有人住的嘛 那其他两条哪里呢? 正正就是在 理工议车座下面那里 那里 我们就是一条九江铁路 一路去... 一路去... 去... 去... 去黄角东站嘛 那去黄角东站那条铁路呢 这边上面就是爱民村 那边呢... 那边呢... 就是卫里道 或者叫做京市坡 那呢...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这条九江铁路啊... 这边就是京市坡 这边就是爱民村 好了... 又是将它砍开一条 就形成了九江铁路 这是航行的第二条哪 第三条哪呢... 就是今天我们行程的尾声 就是去到嘉铁村那边 一会儿才讲啦 讲完了呢... 就要讲洞了 好... 洞在哪里啊? 洞在... 洞在这里... 洞在这里... 蛤? 好... 地下的洞好小的... 火车捐山洞啊... 火车捐山洞 我们捐的不是山洞 我们要捐的是... 防空洞啊...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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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啊? 就是对... 逃避飞机的地方 哦... 咦... 这个就是一个防空洞 这个防空洞到现在... 红磡的防空洞呢... 剩下一个地方 是可以见得到的 那... 以前呢... 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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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團友我們走回來啊 不要啊不要問 鎖了門啊 不准進的 團友走回來 團友走回來 原來我們的馮空洞在這個洪陷 是很大規模的 有K4 K5兩組 這一組屬於K4 K4的馮空洞一路伸展到去後面 去到這個觀音廟那裡 還有去到家圍村那裡 而K5的馮空洞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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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我們過對面 其實對面這個山壁那裡 以前就有一個入口的洞 但是現在因為開這個閘道 就剷了就封了那個洞了 那這裡進去是一組叫做K5的 K5的馮空洞呢 在河民田站那裡曾經有一個入口的 這個就是K5港洞 這條七行道上來河民田站那裡 就是現在河民田站的位置 有一個入口的 這邊有一個入口的 在剛才的人行天橋那裡有一個入口的 那這邊也是一組互相連接的 那我們面前的七行道呢 就有一條地底隧道就把K4和K5連在一起 好有趣喔 這個地圖現在還找到的 原來香港的渠牧署 就保管了這些地底隧道的資料 大家上去渠牧署那裡找就會找到的了 但是它不是渠它是防空洞 對呀 那大家又看到哦 曾經它有一段時間是沒有鎖門的 我們走過進去 不敢進得深啊 進少少而已 很安全的進去門口少少 就用了這張照 你看到是分開兩邊 可以有兩條通道的 你喜歡去這邊就去這邊 喜歡去那邊就去那邊 不過不要飛 飛是會撞頂的 很矮的 有防空洞是不是有戰爭 一定會 所以紅磡的戰爭曾經打得很慘烈的 我們今天走的路 其實就是講起一場很慘的事 這麼慘的事我們都經歷過 好了 現在有多慘的 十十歲了 好了 那我們就去 一路去找回 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慘劇 要在這裏開始 就是行一個警署 待會再說吧 警署在哪裏 我都未見過這裏有警署 未見過這裏有警署 其實這裏 警署你的頭屏尾都是警署 蛤 這裏有這麽多警署 對 因為有這個密集的勞工住的地方 就一定有很多的咬叫 那些所謂低下階層 以前 一言不合就打架了 那些警察 這裏有人就很忙 警人那裏不忙 你們就打散死吧 原來大家 不還沒甚麼 Onda 咦去過馬路啊 過馬路呀 哎呀呀呀呀呀 過馬路要小心 又沒有紅綠燈 好啊我們過馬路了 看回這個山 這個山其實被這條馬路剷了 這個山一直伸到這裏 伸到這個 剷了一些 以前高一點 但是範圍就遮蓋到波比這裏 這個叫做聖德山 這麼威風的一個名字 不是威風的 有間聖德學校在這裏 我以為有一個聖人出來了 那是呀 是誰 耶穌 是嗎 因為這個山上有一個教堂 是天主教聖英堂 真的嗎 我們現在就來到警局 但是這裏團圍是車房 車房 還有一間殯儀館 不是殯儀館 是殯儀用品 棺材圖 棺材圖 這個團友 這個團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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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話說 棺材佬甩褲 為什麼 殺勵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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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好聰明 這次當然不聰明 下次也不聰明 下次會更聰明 我會越來越聰明 我會成為 我們走過這條街叫做 鑼加島 是 鑼加 不是Johnny鑼加 我們是Walker 我們現在是Walker Johnny Walker 其實是Johnny Walker Johnny Walker 有威士忌 咦咦咦咦 咦咦咦咦 這隻團友 不要不要 好 我們現在 就在這裏 靜點 尿與花香 咦 挺好 不戴口罩 那些人 不是那麼好 呃 這裏有什麽看的 這裏想告訴大家 這間山 叫做聖德山 是 是 有一個聖人 是 上面有個聖堂 聖堂 是 是 這一間學校叫聖德學校 是 那裏有教堂 那這教堂的名字 我都找不回 是 只不過居然 在打仗的時候 然後這份圖很厲害 這份是情報圖 厲害 BAAG 英軍服務團 你懂得吃嗎? 這個團友不要妨礙鏡頭 是呀 是英軍服務團的一個情報 這個就是觀音廟 這座就是聖德山 這裡的細字很小 其中有講到 這個山上有個教堂叫聖英堂 就是現在我看到球場 這個位置我知道了 是觀音廟排隊的位置 是呀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防空洞的入口 有一個出口在這裏 就是這裏 剷了 吃了 現在這裏下面是通的 還有一個出口再過些 差不多觀音廟後面 就是這裏 就是原本這個位置是防空洞 我們看到防空洞的後是這個 是 現在我們站的位置是這個 是 然後後面還有兩個三個 在那裏下面 波叔叔你可不再說一次 我們現在是在這裏 我們都是山腳 是呀 我們在聖德山 等一下我鼻子 這裏 這裏 這個是聖德山 這個是觀音山 兩個山 原來有觀音山 觀音山就加盟村 那有觀音 所以我們有觀音廟 不是 因為有觀音廟 所以有觀音山 你再來講 再來講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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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嘩嘩嘩 你講回人話問問題 這是什麼來的 這個觀音山 觀音山是因為有觀音廟 所以那個山後 後面的山也叫觀音山 原來是的 我一直都以為 是反過來的 好了 你剛才講觀音借庫 是啊 講回起來又有趣 是啊 觀音借庫有另外一關觀音廟 就很不夾 是 我們這裏有一間觀音廟 就有行為提 是啊 大家都知道 街坊會旁邊就是觀音廟 那有一間觀音廟 他們就很不夾 就是上環觀音廟 哦 上環太平山間觀音廟說 觀音借庫他們發明的 哦 做什麼你不去那裏排隊 就來這裏排隊啊 嗯 於是就有關乎到一個 這個紅磡的神話了 嗯 每個區都有神話的 今天我們就不敢說 來拆解神話 我們來審試一下一下 這個神話究竟是怎麼來的 好嗎 好 那又換個地方了 是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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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署你的牙影棚 咦 是啊 這裏就是警署你的 但是現在這麼多車房 不如叫車房你吧 又可以 哈哈 好 我們又過馬路了 這裏內街的 過馬路要小 咦 我見到有一樣東西 這裏叫做 這裏叫三藥街坊 街坊會 這裏還有一個街坊圖書館啊 是啊 想過去了嗎 嗯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舊照掛在場上 不過很好笑的 裏面那些牆居然歪來歪斜都歪了 沒有人來的 他去開山之後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嗯 我都是一個文青來的嘛 嗯 還有啊 他那幾個字啊 是一個鬼佬寫的 蛤 不知道是真不是真呢 真的嗎 他的下款是鬼佬來的 是哪一個鬼佬呢 嗯 一個到時有什麼文政司還是暴政司 哦 哦 就是他那些字來的 不知道是否啊 他忠知他簽名 說是他 是 但是那些字都 如果真是一個鬼佬 都挺漂亮的 當然就漂亮不夠金文太 那些字 咦 為什麼要有兩個團友的 那些字 我們是一齊的嘛 中文字啊 是啊 那金文太的字是最漂亮的 嗯 當然啦 港督金文太的字是最漂亮的 嗯 那麼久都沒有六公仔的 嗯 但是那條街都沒有人 哈哈哈哈 就算是太大的話了 是啊 哎呀 糟了 有些朋友說 可不可以改善話質提高像素啊 嗯 下次啊 我們12號那個直播 我們嘗試做這件事啊 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不好意思啦大家 我們會努力改善質素 但是現在呢 直播途中又不想切掉 是啊 哈嘍 過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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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馬路先 密度什麼啊 你等不在這裡啊 哦 煲頭 等一下 等等 啊 這個鬼佬來的 下款這個 哦 但是看不到啊 看不到啊 看不到已經 很密度 哦 不知道 但是什麼是三藥啊 波叔 嗯 什麼是三藥啊 找個地方 先站下 是約你約我 還有 約了小恐龍 哈哈 還是約了熊熊啊 不是嘛 你沒有聽過你去租房嗎 一年生約一年死約 那還有一年是沒有 還有一年什麼約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不知道啊 還有一年什麼約 哈哈哈哈 我們不要進去啊 在觀音廟對面看啊 哦 翻馬線 好耶 我們畫線 好耶 翻馬線 好 我們在對面看啊 那我們看著觀音廟先 是啦 這裏就是觀音廟 是 這個就是紅磡觀音廟 是 歷史潮九 是 1872年 是 就已經開始建了 是 它就說由紅磡三藥 去建成的 是 三藥解放 即是一年生約一年死約 一年死約 一年 哈哈哈哈 其實呢 就是 紅磡藥 是 鶴園藥 和土瓜環藥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分解清楚了 嗯 現在紅磡鶴園 好像貼了嘛 剛才我們過去後面就是鶴園 是不是 這個家圍村後面就是鶴園 但是當年呢 紅磡棠學園是隔開了的 是 因為你找回以前的舊照 大家都看到 觀音廟後面一個高山來的 是 就是叫做觀音山 是 觀音山的後面才是學園 是 而觀音山連大環山是貼了的 是 中間有少少爬下來呢 就是家圍村那個位 是 而這邊的聖德山 和對面 何文田那個十二號山呢 嗯 又貼了的 所以 紅磡和學園是隔了座山的 哦 哦 好了 學園去到哪裏為止呢 就去到 比利街 哦 比利街那裏 我們就有一個地方叫做維他奶的 是 是 維他奶有落 波蘇 維他奶有落 是啊 要有有落的 我們講開維他奶 OK 那麼 那個四路交叉那個位呢 其實旁邊就是海來的了 嗯 所以 這個土瓜灣約和學園約交接的陸地呢 其實只有那麼多而已 很窄的而已 所以學園約和土瓜灣約又分得清清楚楚的 這樣就叫做三約街坊會 那就是成立了這個觀音廟 就真是歷史悠久了 1872年呢 就是黃布璇奧剛剛開始運作 1869年 1868年開始運作之後 沒有幾年就好了 那很簡單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裏很多工人 所以就要有廟咯 哦 那講回那個謝婦了 為什麼那個謝婦會這麼厲害呢 那為什麼那個謝婦會這麼厲害呢 可以的 可以的 是啊 沒問題的 我們街坊來的 是啊 那 我要去謝婦 好像今年沒有啊 但是 是啊 今年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銀行有得借 那 話說呢 在1944年的10月16日 即是日本是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 就1945年的8月15日就投降了 那就是半年之前呢 就曾經美軍就有一次大轟炸的 大轟炸呢 正式的那個記載啊 就說呢 幾十架飛機呢 就炸到紅磡反了 那本來呢 就想炸這個黃布船奧 不過呢 就誤炸了這個紅磡 那但是那個新聞講得好有趣的哦 誤炸中這個紅磡的防空洞 引起在防空洞裡面存放的汽油啊 產生大火就燒了兩日兩夜 那我就第一個有一個問題了 不炸中有汽油存放處 這個本身是很矛盾的哦 炸中就炸中 怎麼會不炸中呢 明明是準確炸中了存放汽油的地方了 那據聞呢 就說 觀音廟隔壁呢 就有間學校 誤那裏啊 現在不是有間學校的嗎 嗯 現在又殺了校了 以前叫做三藥街坊會公立小學的 現在又殺了校了 變成了一間國際學校了 嗯 話說在這裏呢 有三百幾個老師學生啊 嗯 死了二百幾個 那其中有小部分的人呢 就躲進去觀音廟裏面 絲毫無損 哇 那你說是否觀音顯靈呢 因此 戰後呢 就造成呢 很多很多人來拜這個觀音了 把觀音到上環的觀音廟了 那於是呢 那於是呢 來借庫那些人呢 就不去太平山借 就來這裏借了 啊 所以搞到現在呢 就投入了好 即是每一次借庫啊 都要有好多好多的人 但是呢 波叔啊 借庫是近期的事來的 不過 為什麼 誰說近期 是嗎 哦 好過歷史的了 不過 我們要搞清楚一件事 沒有可能 這個故事呢 有很多我們值得去審視的地方 嗯 第一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 當時的地形先 我們看到這一張是1949年的韓伯圖 這個就是觀音廟了 黃色這裏呢 就是現在有學校的地方 但是小很多的 嗯 窄很多和淺很多的 波叔波叔 有人說多謝你啊 令大家安助 家中都可以周圍去啊 那呢 是啊 那我周圍去就行了 你們不用了 哈哈哈哈 你繼續 那這張照片呢 大家可以在手機裡看清楚些 它的這個窩 深色的這個窩是什麼呢 就是山石來的 原來當年的觀音廟呢 是被三面橫山這樣包著的 哦 我都見過這張照片 哇 你說這個飛機想炸中它 都是有難度啦 是不是 所以第一 它免於被炸中呢 是有它的客觀原因的 第二個 我們很懷疑 現在學校的位置 是不是在這裏 沒錯 哦 你以前 這個 這個 現在這個校舍這個位置 我們稍後走過會看到一個石碑 嗯 1964年才使用的 嗯 才是好 根本就沒有這個校舍的以前 嗯 以前有一間屋仔在裏 也都打著一個招牌 說是這個三約 街坊會小學的 登登登登 就是這間 哇 就是這間 很多小朋友 這麼小的屋仔 嗯 就是現在的學校那間 不過你看一下 哇 這裡有二三百個小朋友 試問一下 怎樣可以在這間屋仔上課呢 哦 能不能進去嗎 哦 嘩 這個小朋友 你又想進去嗎 我要進去 我要進去 不行啊 最多四個人而已 哈哈 哈哈哈哈 四個人而已 這裡怎麼知道四個人啊 是不是 所以這一張照片 它有答案告訴你 嗯 就是洪瀨街坊會小學 第一屆高小畢業生復校之後 那原來洪瀨街坊會小學 在戰後復校呢 並沒有在這個校舍上課的 是借了青州英黎那個 九龍船的 青州街 九龍全澳紀念學校的校舍來上課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 哦 那這一座這樣的樓仔 你說當年1944年 哪有可能有三百個師生在這裡被人炸死啊 所以我就覺得 那間學校 有 但是位置可能在這裡 還是人可能命多呢 這個是下一個分析啊 第一個可能是人在 校舍在這裡 原因就是 有人說fans for sharing 其實不是share的 是直播的 大家可以直接看的 那 因為呢 有 當時的填土登記 嗯 有很多呢 就是混混混混混的 嗯 因為呢 我們在當時的一個地圖 就發現 觀音廟對面這個外面 外面觀音街這個位呢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建築物啊 嗯 就登記了是這個 紅磡公立醫局 嗯 而這間屋也都打著個招牌 是紅磡公立醫局 嗯 所以 嗯 所以 很可能就是 大家撈亂 調轉來用 哦 所以炸了它在外面 這個是第一個可能 嗯 嗯 第二個呢 我們有 要審視的地方呢 就是說 可能沒有死到那麼多人 嗯 因為當時的日本的政府 為了要 就是 就是 圈染這一件事啊 所以就講到說 死了二百幾三百個師生 好了 為什麼可以這麼說呢 因為這裡又牽涉到一個 後續的傳說啊 嗯 就據說話呢 有很多死去了的小朋友 沒有人收葬 嗯 於是呢 就被人家濕了去 就燒了 燒成骨灰了 那起初就擺在這邊 後面的一個土地 土地 土地的神壇 嗯 後來因為建家圍村呢 就搬了去這個 保食器院那邊的 那個街邊的那個 德福廟啊 那 因為那個德福廟裏面 有小朋友的骨灰 所以 起黃埔新村的時候呢 就政府呢 就網開一面 就准它維持一間廟在那裡了 靜靜說你聽 不是的 不維持一間廟很著數的 很多著數的 是啊 所以其實尼必是 很多 賣很多的香 幾十元 成二百幾元 一圖紅就那些 好 我們過去看 等一下先 好 這樣就 這裏就引出一個問題了 因為同一時期 我們知道 又發生過一件事 是 有一個名女作家 不是莊愛寧和 小小 是蕭紅 蕭紅 蕭紅就是日軍佔領香港 那時就死在香港的 OK 她的男朋友 竜木熊娘 四出奔走 去為她 將她火化 竜木熊娘寫下的日記就說 她要搭了很多人 花了很多錢 即是黑錢 才求到人 去幫她火化 嗯 那你試問一下 有頭有年 有錢 都這麼難認領的人 有什麼可能 這麼容易 得到 即是說 火化 當時全香港 只有一個火化 是可以華人去使用的 嗯 其他那些 日本人 不是印度人用的 哦 那你說 所以這個又是令到我們一個思議的說 人數是不是有這麼多呢 好啦 那這個故事呢 就令我們去 對於以前留下的記錄 我們要用腦筋去想一想 可能有多少成真 可能有真有假 可能程度沒有那麼嚴重 可能更加誇張些 是啦 就好像現在這樣 我們真的要小心知道事實 好 我們現在過馬路了 過馬路了 我們又要小心過馬路了 小心小心小心 嘩 好厲害 近距離去看看觀音廟 觀音廟隔離 觀音廟隔離 成女沙童的 是呀 原來這樣 好 波叔波叔 我想問你很久了 這個呢 應該是公所還是 公所在那邊 這邊是書院 這邊是書院 所以呢 它就學了這個 九龍城寨 有這個 蠻煙 蠻煙 較窄 就要彈雨 其實呢 你說這個 種族歧視 這裡是最種族歧視的 沒錯 常常說我們的南蠻 蠻煙 彈家 彈家 彈家的魚 又要這樣 黃恩浩蕩 是呀 一桶江湖 是呀 那是它先還是九龍城寨的蠻煙彈雨呢 九龍城寨先 OK 九龍城寨先 那 反而正中間這幅對聯 有什麼可說的 四平八穩 有什麼西湧 南海 是呀 都是 那裡面呢 很多的 舊的牌短 你慢慢去看 好 那這幅對聯 就應該值得看 是呀 這裏是公鎖 遮住了 公鎖兩個字 給它遮住 公鎖是什麼 現在變成紅磡衣服的街坊 哎呀 哎呀 我跌倒了 哎呀哎呀 不好意思 跌倒了 對呀 跌倒了 什麼叫公鎖 公鎖 公鎖 公共廁所 公鎖是什麼 公鎖是一個 裁判處 哦 就是仲裁處 有些什麼 大家咬 你搶我錢 我說不是呀 你未給利息 就走來公鎖 這裏裁 這裏有些縮虎 這裏有些縮虎 我跌倒了 所以 哎呀 哎呀 暈了現在醒了 我醒了 好 我們繼續公鎖 恐龍仔 就不對 我跌了你都不扶起我 好 我們繼續講公鎖 公鎖就是裁判的地方 就是你們有什麼生意的瓜葛 糾紛 那這個 每一個廟其實都有公鎖 嗯 中國人的廟其實是代表了地區的一個 行政 行政 區政府 或者區議會 那但是這裏的公鎖就有特別的地方 嗯 那我又特意的把這個對聯呢 就列清楚的圖呢 就在那個Facebook上發給大家慢慢欣賞 這個對聯是這樣寫的 是 公鎖嘛 這些叫做床頭隔 是啊 公道自在人心 嗯 公事為其諸公辦 好四平八穩這件事 嗯 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想的啦 嗯 公事公辦大家都想的啦 嗯 不過現在不是啊 嗯 這句才是重要 嗯 所在何分中外 做什麼叫分中分外呢 所行無秉於所然 的地圖 噢噢噢 這麼大幅是鬼佬 這麼小幅是華人 你再說 這裡這麼大幅黃布船奧 加上炮台 都是鬼佬的說事的 噢噢噢噢 這裡那麼大幅都住在這裡打工的 工作的那些 外環 好國際化啊 那你 怎麼了 所在何分中外 原來洪峰是一個這麼國際化的地方 沒錯,我拜訪過洪暗三日街坊會的會長 他說他的老會長老爸告訴他 黃埔大班很支持街坊的善事 街坊會有什麼捐款、賃災 例如山谷山大火、大環山大火 黃埔大班立刻拿錢出來 街坊會說有什麼東西要建圖書館、做事 黃埔大班是二話不說的 所以現在黃埔洪峰有幾條街都是黃埔大班 知不知道哪些一條? 你告訴我吧 基尼士路 基尼士路 還有一條我在這兒住 在這兒出生但不敢告訴別人的街坊 混亂 講正一點 混亂 好 是黃埔任職的 他是個股東的大班 哦 原來是這樣 剛才我們走過的那個鑊架 就是九港鐵路的了 是 必架也是九港鐵路的了 有九港鐵路和黃埔全澳 總經理、總工程師都有條街的 而在其他的地方就很慘的 你起碼都要有個什麼報證師才有資格拿條街的 哦 那觀音廟呢 其實裏面還有很多的古蹟可以看的 有很多東西 但是這些留給大家自己慢慢去看 現在觀音廟洪陷 列於一級 歷史建築 一級 那裏面的建築 很多東西都是值得看的 那它 所以 就算那個扁額上面 不過第一次大修都是1889年 那這個記載了一樣東西 1872年變了 然後1884年紅磡大火燒了 哦 所以1989年一次大修就是 其實就是坐正了這一場的大火 好 我們過來看小小東西 是 這個是國際學校 是的 以前就是三藥街坊會學 在早之前就是我給大家看那間小屋 哦 怎麼可以裝三百多人的小屋 懷疑 懷疑是 的小屋 那裡是我孔孔者田 好了 這裏就有清清楚楚了 咦 劉總劉了言 叫你good job 劉總啊 劉總啊 劉總 1963年電機 1964年才使用 真的 那你說了 沒有這座樓怎麼會有三百師生呢 哦 反而 那裏對面這個位置 這個檔鋪這個位置 當年有地圖寫著說 這裏是紅磡公立醫局 我是懷疑 就是說學校上課在那邊 哦 這裏是拿來做醫局 調轉那個屋來用 哦 這個是我懷疑一下 哦 哦 那 紅磡 街坊公立學校 哦 厲害哦 司徒華出一讀完書仔在這裏做 哦 不過他未曾翻過這間校舍 哈哈 他一直都在青州街那邊上學 哦 得到他建好這座的時候 他已經不做了 咦 主席是胡誠孫哦 是啊 都是三藥的 是啊 胡誠孫哦 一個很得高望重的 哈哈 當然啦 好 那我們繼續走到這條警署裡了 但是我還沒見到那個警署 那現在這裏就是嘉榮樓嗎 這個嘉圍村以前後面這裏 全部就是觀音山這個高山來的哦 哦 有一個地方要捐洞捐洞給大家看 好耶 我們又去探險了 這裏就是以前的所謂學校嘛 再那些就是觀音廟的後面 嗯 看古蹟要看完後面 哦 很多東西看的 什麼不是不要攪我後面的嗎 哈哈 看嘛不要攪 哈哈哈哈 我們以後是看人後面不要攪人後面 裝 好 裝人後面 你看到這個觀音廟的屋頂啦 是 公所就來到這裏啦 是 那這裏就是那時的一間學校的屋仔 是 就去到那個燈那個位而已 是 是 這邊已經是生的了 是 是 是 那據說 大光炸之後呢 是 是有一些學生的殘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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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裏啦 是 那 那 後來呢 這裏要起家圍村啦 又沒有了 那就 定了下去那邊的福德宮 是 那他就說 這裏有些骨灰遷了過去啦 那這裏是一個傳說啦 波叔 是 有沒有鬼故的 鬼故啊 波叔不說的 哈哈哈哈 波叔破鬼故的 哈哈 我會說那些鬼故是 是怎樣作出來的 哈哈 哈哈 我剛才就是破了一個鬼故啦 哦 是啊 是不是 你說 為什麼他炸不中王 三面環山怎麼炸都中呢 有沒有死這麼多人 未必 死人一定有 一定有 是不是這麼多呢 這個是 好可 Hello 各位 哈哈哈哈 哈哈 見到一箭紅啊 哈哈 很開心啊 看到有朋友來捧場 哇 你看那個叔叔 好厲害啊 哇 好恐怖啊 哈哈 叔叔你小心啊 哈哈 你看這間小食店啊 哇 是啊 每天排隊 是啊 這間是理工學生的 一同志外來的 那一般的 哈哈 哇 你知道這條路是出街的 哈哈哈哈 我怕你被人回答 哈哈 我沒有說它不好 就是 沒有 每個人口味不同 不是好 特別好 是 好 這條黃街呢 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東西的 謝謝 謝謝 不止過一間的 很多間都很好吃的 你有沒有心水 唉 有一間很多很多高點的 哦 但是其實我有心水的 有一間很多很多古人精怪高點的 過了那個街 哦 但是剛才過了那個街呢 有一間車仔麵呢 我覺得真的 真的非常之 驅解 哈哈 但是在 外面那條街 外面那條街 外面那條是什麽街 不知道 毛湖街 是啊 毛湖街 阿福什麽美食啊 是啊 真是一個值得光顧那些仔麵 蒙麵又很出名 蒙麵 是啊 但是我喜歡阿福 不過蒙麵被人反了嘛 現在這麽蒙麵 哦原來是這樣 哈哈 這麼多人害怕 這麼蒙麵發生效 哦 但是那些人又蒙麵 是啊 這樣就蒙麵了 好 剛才就輕輕地介紹了 紅磡區的輕輕的美食 嗯 紅磡街市咯 我們來到 紅磡街市咯 有很多海村的 呃 其實OK的 其實OK的 紅磡街市 那這裏呢 這邊看過去呢 是 過一點點 是工廠區 好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工廠大廈 我在這裏做過好多年 是啊 是啊 這座工廠大廈 我們可以在十樓那個大電梯口那裏打軟無球 哈哈 多大到 那這裏 全面這個位呢 就是第三條路 哦 因爲呢 那邊是大環山 是 這邊就是這個觀音山 是 就是村南 是 踢開了它 是 踢開了它之後呢 是 踢開了它之後呢 但是就很久了 很久很久之前 是 那我們現在這裏不是郭圍村的 是 你想像一下 以前這裏有個山頭四層樓那麼高 是 不是停的 是四層樓那麼高 是小朋友 哈哈 那四層樓那麼高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綠色這條線就是我們今天走到這裏了 中間這個紅色這裏呢 就是觀音廟 嗯 觀音廟呢 就有一個三面橫山的圍著它 嗯 再一路走到尾這裏有個PS 是什麽 PS不是 Policy Station 是啊 哈哈 不是說這個庫園 即是說這裏原本是警局了 那它的位置是一個山頭 四層樓那麼高的山 好看 可以在哪裏看到呢 可以找回剛才那張圖看到的 這個位置就是了 嗯 這個位置 我們綠色條線走到尾 這裏是哪個山頭來的 這個山江上面就是 Policy Station 這裏就是最後一條縫了 這裏就是佛光街一路生起過去的了 嗯 可以想想言之 為什麽那個 差館裡叫做差館裡 嗯 嗯 那現在紅磡警局在哪裏知不知 在那裏 在這個工廠大廈裏 在工廠大廈裏面有警局 裏面有警局 No 那個叫做東九龍交通警察總部 我知道 現在紅磡警局是在何文田 是的 紅磡警局走了上去何文田 OK 公主道 是不是很離譜 不要緊 基本上何文田 什麼一號都不是在何文田 現在香港的東西都亂了 我講講我們紅磡老街坊的一個概念的認知 紅磡就是醒來的 我們在這裏住的那些人在大廠打工 所以是城市人來的 過了這裏以前沒有樓的了 沒有店舖 只有石屋仔 所以土歌環是街坊 是這個鄉下 土歌環是鄉下 剛才我們起步那裏 一條縫有個山頭 山上是何文田 我們的心理 何文田是山上人 土歌環是鄉下人 銅磡人才是省城人 是呀 那這個紅磡警察官搬到山上 是很可笑的 不過原來它不是馬上搬過去的 在這個第一代的警察官 起家圍村之後 就搬到哪裏呢 就搬到這裏了 但剛才我們起步的時候這條橋 橋的後面這一座 就是第二代的紅磡警察官 現在這裏這一座都拆了 那紅磡警察官呢 我被他玩笑了一次 是呀 我讀三年七四年級 有一次就走過 就撿了一支私家車的水泊 哦 我駕著這支水泊 擋一下擋一下擋一下 在警察官裡面去看他的報告 被警察 撿了我的衣服 就捉了我進去摘警察官 說我去屈斷了那些私家車的水泊 哇 那個波叔幾醒啊 那時候 第一時間就反駁他 我撿的 如果我是偷的 我不會自己走到警察官 哈哈哈哈 現在說你藏蟹 那會不會自己走到警察官被你抓 現在說你藏蟹 那時候的警察人有 那時候的警察人有 好說話 好說話一點的 那時候的同事就跟我說 你玩那些小孩啊 真的啊 人家屈斷的 就是偷了人家 怎麼會自己拿著那個 莊蟹走人來警察官 隔你爬呢 現在是 你看一下的話 那些水泊的斷口 都不是新的斷口來的 哇 以前的警察這麼好的原來 那時候呢 經過他的解釋呢 就幫我手呢 就進去轉一個圈 嚇死的 走出來 好 那由警察官你的 由頭到尾都講完了 警察官你的內郵都講了 蒙磡的這個 大的神話故事 我們都審視過了 那希望其他的東西呢 就留給各位呢 對自己所生活的社區呢 多一點的關心 多一點的去瞭解 我們12號呢 就有侯Sir 講小東京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同一個時間 對呀 各位團友繼續參加 哪個是小東京呀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嘿嘿嘿 好了 多謝各位 我們呢 拜拜 我們12號再見 拜拜 拜拜